近年永續議題各國喊出減碳目標 產業界也有所因應 現在你看到今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台灣指標大廠在現場展示多款的綠色工具機 結合自行研發的軟體 能隨時掌握電力使用情況 計算出碳排量 除了幫助產業轉型升級 也進一步的達到減碳目標 放電的這個技術延伸到我們的放電研磨 投身到這個道具 自製率大概有90% 所有的硬體 台灣放電加工業者慶紅 展示全台首創 由線性馬達驅動的六軸PCD巨片放電加工機 六軸同步驅動 搭配線上量測 能進行多角度加工 從生產段開始 縮短工時降低能耗 是節能減碳的第一步 自製的這個所謂的節能系統 那大概可以節電20% 那同時在線接客機上面 我們也跟廠商獨家合作的這個變頻冷卻機 也大概可以節電45% 展出的機台都是我們的綠色工具機 機台上面整體的加工上有機會可以節省掉10%的耗能 有家集團以智慧不能綠色永續為題 集結台灣九大品牌 展示12台高端機種 兩條自動化產線 其一台模型機 並主打綠色工具機 提供整場轉線解決方案 像是記者身旁的這個大型的面板裡面的軟體是由台灣業者自行研發設計 它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功能呢 它可以把用電量直接轉換成碳排量 而且它還可以提前告知機台的使用壽命 工具機除了要聰明還要夠綠 隨著聯合國目標要在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2030年達成碳中和的腳步逼近 台灣也規劃在2030年減碳24%淨零永續 成為各產業面臨的重要課題 這個是一個全球性的課題 台灣工具機產業70%以上都要外銷到全世界 像有家集團 我們集團旗下的台灣六家工具機 銷售到全球有七八十個國家幫助客戶 我想這個事也是很有成就感 今年展場也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負荷機台 像是記者身旁的這台車企複合機 它是用在航態以及醫療等領域 一台可以抵五台 現在因為缺工所以變成零件的交期拉得很長 那我們在在在海機器上面一次加工完成 並且檢查它的精度可以減少在製程轉移中的人員需求跟碳排放量 同時維持零件的高精度 面對大環境的考驗 台灣工具機產業逆境中開出紅盤 出口量更是排名全球第五 機械工會理事長魏三文更協訊 為台灣打造韌性綠色的供應鏈 現在的供應鏈從長鏈變成短鏈 那展現我們台灣這個韌性的供應 使用工具機的設備的廠商 能夠降低他們的能耗 達到環保的目的 再向近零永續開場持續研發創新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機械業的堅強實力